大家好 在中醫的角度 春天是養肝的最佳時機 而肝對於我們非常之重要 因為他們是我們身體裡排毒的主要器官 所以肝臟不好身體一定會很差 如果想護肝但又不想勞絲動縱 其實也有方法 就像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這三款Aropa四時盒養生系列的茶包 都可以做到疏肝、清肝和平肝 首先要介紹的是這款鋼脂茶 裡面有荷葉、山楂、丹心、陳皮和羅漢果 可以平肝、鋼脂、活血去乳、養心安神、 涼血消腫、清熱解暑、消食化織 亦可以幫助降降血脂、血壓等等 特別適合高血壓、高脂肪 或者有肝硬化、心繁失眠、食欲不振的人士去飲用 效果也非常顯著 而且用法也很簡單 每次用一包洗乾淨的材料 加四碗水煮四分鐘便可以喝 味道還有酸酸甜甜 非常美味 另外就是這款清乾明目茶 它是即涌的茶包 每次只需要一包直接用熱水去沖飲便可以 而且可以反覆去沖泡 它的成份包括有百穀、杞子和白茶 可以做到平肝明目、養血、益氣、消炎解毒 亦幫助我們消除疲勞 很適合一些容易乾火性的朋友去喝 而且味道很清、很順口 喝起來有淡淡的菊花香 非常舒服 最後就是這款排毒鳴肉茶 跟清乾明目茶一樣 它也是即涌的茶包 所以喝起來非常方便 裡面有玫瑰花、白菊花、紅棗和杞子 可以做到疏乾、餌氣、清乾明目 又可以平衡內分泌、排毒瘦身 而且還可以改善皮膚乾燥問題 亦有助去除皮膚的黑斑 亦可以做到養護給頭髮 味道帶一些香甜 而且充滿玫瑰花的香氣 隱膜很暖胃 如果你想把握時機去護肝 就一定要嘗試以上我介紹這三款養生茶 想了解更多詳情和選購的話 可以去到Aropa40的網站去看看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其他保健的心得 記得讚好、留言和分享這段影片 讓身邊的朋友都可以知道這些 這麼方便的保健談文 還有記得繼續追蹤和訂閱我們的 Facebook、IG和Youtube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